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Windows最新版本 22H2的 现在已经发布了有很长时间了 目前是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完善的功能 今天我给大家 带来一个如何安装 Windows最新版本 Windows 11 22H2的一个版本 指导大家一步一步的 怎么安装它 或者更新它 OK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Windows的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 这个就是它的网址 网址的话等一下我也会分享到视频下方 在目前来讲大家看到 Download Windows 11 它的版本就是最新的22H2的一个版本 OK OK 到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首先要下载它的ISO镜像文件 OK我们朝下 朝下拉 到这个地方 Download Windows 11 Disk Image ISO文件 OK 到这个界面 我们要下载的就是这一个了 首先的话我们点击 Select Download OK我们选择 这样一个Win11的ISO的镜像文件 然后的话我们点Download OK点了以后这个地方它要你选择语言 我们就选择我们的一个语言 这个是Chinese 这个是整体中文 这个是繁体中文 我们一般习惯是整体中文 我们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这个confirm确认一下 OK确认完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就出了一个 这个Windows 11 中文整体的一个64位的 这个按钮下载按钮 我们就点击下载 OK 这个我是用IDM的下载 我们点开始下载 它的大小是5.196 5.196GB 那么这个下载速度的取决于你网络的一个速度 OK 目前的话我是每秒3.7兆 OK今天的网速有点慢啊 稳定的每秒3.7兆 那我也是下载了 20多分钟 才把它下载下来 OK 这一个就是刚刚下载的这个文件啊 OK下载完成以后呢 接着我们来制作一个启动U盘啊 你首先要准备一个 这个8G的 以上的容量的一个U盘啊 最好是USB3.0以上的 它的这个 读写速度比较快的 OK 我们接下来来到这样一个网站啊 来到这样一个网站 这个叫RUFUS 这样一个专门 制作这个USB 启动盘的一个软件啊 它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它有好处的就是可以绕可以一些检查啊 绕可以一些检查 OK我们朝下拉啊 这个地方是它下载的一个软件啊 这个软件下载就可以用的 我们呢 就下载一个 这个3.21的这个1.3的也可以下载完成以后呢可能要解压 那么这样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便携版的安装就可以用的OK我们下载一下这个便携版 OK我们下载 那这个文件1.33兆 一秒不到我就下下来了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OK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文件啊 那我们也把它拷贝一下啊 拷贝一下 啊拷贝到这个地方来啊 发行一下OK 那就是这两个文件了 这个是 ISO的一个镜像文件 这个呢是 这样一个 U盘的制作文件啊 启动盘的制作文件 OK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一个U盘 OK插到我们的电脑上 OK新U盘这个盘符 它自动命名成L啊 命名成L我这个是 30G的一个U盘 目前来讲它这里是28.6G可以用啊 不管它我们反正要格式化的 OK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样一个安装 制作文件啊 是否允许它联网检查更新 啊我们点for 直接制作就可以了 OK 好的打开以后呢是这样一个页面啊 大家看到其实使用的是比较简单的啊 比较简单的OK 那这个地方是选择你要在哪个盘上 制作你的那个启动盘 OK它自动识别的是L盘啊 32G的OK 那这一边的话呢 镜像文件我们要选择一下啊 好我们要选择一下这个镜像文件啊 那这边有这个非可引导 啊 FreeDOS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选这个镜像文件 然后在右边呢 我们选择一下它这个漏镜这个文件 OK 这个就是电脑下载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刚刚下载的一个 ISO的镜像文件啊 是5.48G啊 差不多5.48G OK我们 选择打开它 OK 打开以后呢这个地方是显示标准windows安装啊 我们就默认就可以了 这个分区例型的是GPT啊 GPT我们也默认 这边是UEFI的一个 选项我们也选默认啊 那么对于这个 新一点的电脑啊 我们就选择默认就可以了 假设你是旧电脑 电脑非常旧的话 配置也不高的话 那么我建议呢 你这个地方就选这个 MBR 那这一边它就自动变成是BLS了 这个这个选项就是当刚刚我们第一次这个选项啊 GPT选项 你制作U盘以后呢 去重新安装系统不成功的情况下 你就选刚才第2个 第2个选项 OK后面这边来讲 我们就默认啊 这边文件系统 NTFS 我们就默认OK 这边准备就绪我们就点开始 点开始以后呢 他这边自动的全面两个选项啊 全面两个选项是打勾的 我们也默认一下啊 我们也默认一下 OK这边点OK 好 这边提示说这个 U盘上的数据要被清除 OK我们点 继续啊 那我们提前就是要把U盘上的重要文件做一个备份 然后这边我们点确定 OK现在正在创建系统 正在写入啊 正在写入 这个地方呢 我们点允许 OK现在正在复制这个ASO的文件到这个U盘上面 复制完成以后呢 他还会制作一个PE的一个引导程序在上面 那这样的话这个 U盘取动盘就做好了 我们稍等片刻 我们等到五六分钟的时间啊 然后这边终于是想是准备就绪了啊 准备就绪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 盘已经做好了啊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打开这个 U盘看一下啊 OK打开以后的话呢 这个U盘上面就有这样一些目录啊 这个就是刚刚那 1月14号 刚刚这个制作上去的啊 好的 我们现在去另外一台电脑去实操一下啊 如何用这个 USB的启动盘 去成功的安装一台电脑 OK我们现在来到另一台电脑来做一个演示啊 这台电脑的主板是居家主板 我们把USB插入这个电脑以后开机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选择这个USB 第一启动啊 那 这个居家主板呢 它的 快捷方式是直接按F12就可以了 直接可以选择这个 开机的顺序 那其他电脑呢 你们自己去查一下你们的这个开机顺序怎么调整了 OK 开了电源以后 按F12以后呢 它这一边就出现这个 启动的选项 启动的选项 OK我们就选这个 UEFI USB OK我们选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直接回车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进入一个 U盘的一个引导启动 OK到这个界面的话 它有一个安装提示 安装语言是简体中文 这个什么货币什么中国 然后输入法微软拼音 没关系 这个地方你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 都没什么关系的 我们直接点下一页 OK 这个地方就点现在安装 安装程序正在启动 这个地方是 实现激活的界面 激活的界面 假设你有密钥呢 你就可以给它激活一下 我现在 直接选这个地方 我没有产品密钥 OK 这个地方大家就选一下 你是需要安装哪一个版本 家庭版还是教育版 还是专业版 我们这边呢 我习惯选这个专业版 我习惯选专业版 OK 选择以后的话 我们就下一页 OK OK 这个地方呢 要点我接受 我接受 OK 下一页 OK 这个地方就是 有一个升级安装 它可以保留文件设置 应用程序什么的 这边自定义安装的 那就是只安装windows OK 这个是比较高级的 把所有的以前的文 C盘的文件什么都给你干掉了 那我们就是自定义安装 OK 这个地方要选这个 系统安装在哪个盘 那这个东西你要搞清楚你的本身这个电脑的系统盘是在哪个盘 必须要弄清楚 不然的话你安错盘了以后 会很麻烦 OK 我这一个呢是 50G的这一个是 系统盘 系统盘 我就选这一个 然后OK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点一下格式化 格式化 OK格式化完成以后呢我们就下一步 这个地方正在复制文件什么东西的 那后面会有这个重启 选国家选键盘输入法 包括联网 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选择隐私等等 这个我在这边就不演示 系统自动进行一个重启 整个安装过程它是自动的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 OK系统又进行一次重启 等待了几分钟以后呢 现在到了这里 正在为你准备 此操作可能需要几分钟 请勿关闭电脑 OK经过了 七八分钟的等待 终于这个完成了 安装完成以后呢 进入了这样一个 组界面 进入了这样一个组界面 那本身我是 在联网状态的 插了网线的 所以它各个的一个 软件包括驱动 它应该全部 安装完成了 OK 这个是它的开始一个界面 OK我们打开设置 看一下系统 看一下系统 OK系统来讲的话 这边是一个最新的一个版本 最新的系统 那当然的话很多功能 必须要激活了以后 才可以使用 这是系统的一个信息 64位的 然后是Win11专业版的 22H2的一个版本 那安装日期的就是 今天的1月14号了 这个是操作系统的版本 OK这个版本的话 是已经激活的 平量激活的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状态是已经激活 已经激活 OK Win11专业使用数字许可证激活 已经成功的激活了的 那假设有些小伙伴的话 安装完成以后没有激活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视频太长了 我在这边就不做一个激活的演示了 大家可以查看一下 我以往的视频有专门出一期视频做激活的一个方法 那大家参照那个方法来激活就行了 假设激活还不成功的话 那就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我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OK我们现在把 把这个 我的电脑给它调出来 桌面上没有我的电脑 OK点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计算机 包括控制面板 包括这个网络 OK我们都可以把它调出来 我们给它点确定 OK 确定以后的话 大家看到 桌面上我的电脑就出来了 我们点属性看一下 OK就是刚刚那个界面 那就是刚刚那个界面 好的 到此为止的话 我们已经成功的 从怎么下载软件 怎么制作这个启动盘 然后怎么在这个 新电脑上安装 这样一个Windows 11专业版 RH2的最新的一个版本 已经成功安装在我们电脑上了 OK这批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